那第三点是我在吕布通信联受训的时候 现兵检查带队的班长的识别证 说了一句同性恋的班长也只能摸摸鼻子不敢回应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这一段讲的 就是同性恋嘛 同性恋就是台语的同性恋嘛 以前南部不是很多人都会讲台语比较多 那他就故意说同性恋的 其实就是同性恋的 他有台语的腔嘛 这个我以前在南部的时候 也是都有听他们这样讲过 不过我觉得现兵这个发言当然是比较不适当的 因为不要用这种方式的言语对待其他人员 我们尊重你是现兵 你是卫少人员 你是代表这个营区的指挥官 但是你也不能过分的使用了你的权力 甚至用言语歧视的方式来对待进出的人员 这都是比较不对的 不过我相信王玉民那个时代 85到88后89这个那个年代 你说现兵连或是现兵大门的先兵他们权力大不大 说真的很大 我真的每次都战战兢兢 我每次不管收假放假 休假放假我都战战兢兢 尤其是收假 收假的时候那现兵实在是有够鸡 好那个字我不讲了 对不对 他怎么尿你都是要尿你 你又不能 说真的我那个年代还有在大门到行李的状况 因为我那个年代还算是不当 应该说申诉的开始 但是还没有那么严格 然后依法行政又还没太开始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 我算是配合的比较好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是建兵要检查 我就赶快有东西都拿出来 对啊 因为他都会大部分都一直在哨所 可能我那个营区是这样 在哨所前面有一个小平台 那卫哨兵是站在哨所里面 然后那个小平台呢 就是给人家放行李 然后把他拿出来 他每次县兵叫我拿出来 我都很认真的把他拿出来 我都不敢怠弱 因为县兵真的很大 如果真的今天要尿你 如果他尿你 几乎他就可以尿到你 你穿便服他一样尿你 我不骗你 我为什么这么怕先兵 我等下后面讲我的例子 不是我怕而已 是所有的人都怕 而且那个时候的宪兵特别喜欢尿 你可能是义务役的下士 义务役的军官 志愿役的士官 志愿役的军官 他特别喜欢尿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是兵嘛 他自己只是一个士兵 那他今天有这个权限 他绝对很喜欢尿那些志愿役的人员 不是啊 应该说很喜欢尿那个士官跟军官 不过军官通常是中卫以上 他就不会尿了 比较不会了 硬要尿也可以了 但是我跟你讲你士官 他管你上司 他照样尿你 信不信 所以县兵上管三级这种东西 没有这种东西 他要管你随便全部都可以 你今天是将军 你违反了规定 他一样可以把究极丹 派给你 你是将军 他一样派 他一样说你服役不整 我就曾经在台北 不外云区旁边的马路 我记得是在东吴大学对面的马路 那天我也要去开会 我就直接看到一个一兵 两个一兵 一个一兵胸前挂着密录器 一个一兵手持DV 在旁边 然后他非常认识 那一兵跟那个上校敬礼 敬完礼之后 报到长官 你服役不成 我要登记你伪计 因为那个长官穿军便服 但是他有套一个小外套 但是以军服的规范 你是不能军服跟便服捆搭的 所以那时候我刚好在 这个上校的后方 大概十公尺 那我整个目击这个画面 那当然了 我还是一直 我当天也是穿军便服 因为我要去开会 我就一直走 往前走 真的就看他 这个上校 跟县兵吵架 我不要说吵架 说据与例子 我这个只是怎样怎样 我穿个小外套 旁边那个县君好像说一句话 长官 我们现在是DV 层层入影 请你尊重我们的情务 那个上校不敢讲话 那个上校就被登记了 而且下一个月的军纪再教育名单上面 应该是军纪的名单上面 就真的有那个上校 我还特别有去找 还真的有那个上校 虽然我跟那个上校 没有很熟 就是因为我们会议里面太多上校主观了 四五十个 我也不是每个都熟 我们只是自己都是去开会这样而已 每个月都要去开一次会 里面有四五十个上校 我不可能每个都熟 但是真的那个 我就真的看他的名字 他真的是 违反了那个相关的规定 上校一样记你 我管你是谁 宪兵就是他的职责是 今天他只要担任了纠局的人员 他只要出去看到军人 只要你是军人 他就可以登记你 他管你什么阶层 上校少将一样登记你 没有什么上管三级这种东西 全部都可以登记 全部都可以登记 因为我以前在陆军超级无敌怕宪兵 不过说实在的 以前那个宪兵 不管是我以前在陆军的时候 大门几乎都是宪兵连 很大一个宪兵连 不是宪兵牌 以前是宪兵连 那个时候的宪兵连 我们说实在话 他的体能战绩 真的会比陆军的一般部队还要好 真的是还要好 那当然他不能跟我们这种特殊部队比 以他跟一般陆军的 不管是机部单位或装甲单位的一个宪兵连比 你不要说金城连 如果跟一般的宪兵单位比 说真的 他们整个体能战绩的成绩也是比他们高 那以前的那些宪兵连 我那个年代你看不到一个170以下 不要说170啦 175以下的宪兵 我几乎都看不到宪兵连 宪兵连多少宪兵啊 我看不到一个175以下的宪兵 以前宪兵对于体格的要求是非常的严格的 所以你看到宪兵哦 你看看我长到了188公分哦 我看到的宪兵我还是对他很敬畏 因为他180公分的宪兵 他带上了宪兵的胶盔 那他那个胶盔里面海民运店至少是两成嘛 他整个就比我高了 而且他就身高就震住你了 而且我这么高还被震住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说真的 整个营区的那些出关 或者是下市中市上市 非常怕限别 就怕被登记 你一被登记尾记 你就是六日要留下来军纪赛教育 没有了一天啦 要留下来军纪赛教育 所以我们那时候对宪兵是非常敬畏 说真的是敬畏 那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 有一次 我去大门卫兵 大门宪兵连的营社 因为我想大部分的营区 应该都是大门会客室那边 会有一个提款机对不对 那我也想要提提款嘛 那我就想去 我就想要去 就领钱 我就去了 那去了之后 其实我也没有想太多 我就直接要领钱 但是你一进那个会客室 那通常就可能会客室里面有一些宪兵在那里 没事的 例如看报纸 看电视什么的 那就这么刚好 我一进去我那天穿迷彩服 我一进去就看到一个宪兵看我 然后我关节比他大 我也没有理他是兵而已 他是丁而已 我也没理他我就准备去 去这个领钱 那那个宪兵就跑过来我面前 他很有礼貌跟我敬礼 包长官 你服装移荣不准 我说 我哪里服装移荣不准 包长官 你戴了一条金项链 那后来我才讲 因为我以前戴金项链 我在军中有戴 然后呢 我收价或返营的时候 休价返营的 经过大门的途中 我会先把它拿下来 那条金项链是为什么在 就是因为 我妈妈一直觉得 军中会有那些不好的东西 那他也不知道去哪里 听来这个传言说 只要戴个金项链 那个东西就不会靠近你 所以在这个 心训之后呢 其实我就有 配挂那条金项链 因为不想 因为心训很严嘛 不可能让你配挂 那其实你在分科教育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那么严 而且 只要是你穿着迷彩服 应该是不会看到 应该是不会看到 除非你穿迷彩内衣 那你就一定会看到 如果你穿迷彩服 这个领口稍微往内一点点 其实是看不到 其实是看不到 那一天刚好就是 可能我到现兵 也要领钱的这个过程的时候 刚好走得比较急 还是怎么样 那个金项链刚好流出来 你知道吗 流出来一点点 然后他就只能看到 然后就跟我进里 进完里之后就叫 提长官到后面 安官桌找安官 登记尾纪 我还真的就去登记尾纪了 然后呢 我就真的军机在教育 那个是我第一次军机在教育 真的 那个时候我一回连上 我还赶快求救 我被登记尾纪了 每个人都说 那就直接礼拜六军机在教育 没有 那个时候就休一天 礼拜天 礼拜天军机在教育 我真的第一次军机在教育 就是那一次 自从那一次我吓死了 我每一次只要看到宪兵 我都非常非常的紧张 我真的去军机在教育 我是干部 我不是兵 我那天真的被军机在教育 早上四节课都是罚战 什么军机在教育 有什么进度 我都不知道 反正四节课 我记得进度都是例证 四节 早上四节 还好那个时候还没有很热 那个时候大概三四月的时候 大概就像现在这样 没有到正言热的时候 还好 然后下午就是 我记得下午好像是检讨爆发 也是新的写作 我也忘了 那我也忘了 反正我就是去经济在教育 那一天假也没了吧 对啊 所以我对于宪兵在那个阶段 其实是我还蛮讨厌他们的 真的 我非常地讨厌 讨厌他们 你也不能对他们怎么样 人家就是按照他的职务 只是说有些人真的是在尿人 我不骗大家 就像这个宪兵 你没有特别要跟人家讲说 你同性恋的哦 为什么要这样讲 但是以前那个年代 那些宪兵看那些长辈兵 就是有一点不屑 就是有一点不屑 你不要说兵啦 看我们官他都不屑了 更何况看兵 对不对 当然啦 他不会跟我们那些官起冲突 但是如果真的你没有做错 他一样会记 除非你已经到上位连长那种 他可能 稍微就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或是到士官长阶层 这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然我跟你讲 他如果真的要登记的话 全部几乎都可以登记